大家好 我是陳寗 經過差不多三、五年的時間 我們這硬碟的容量 已經從 10TB 進化到了 最新的 20TB 那 20TB 的硬碟 很多朋友就會想 那那麼大的硬碟到底 幹嘛用呢 我們為什麼會需要這麼大的硬碟呢 今天我手上這顆 Seagat Iron Wolf Pro 20TB 硬碟 就是他們最新的產品 那我今天其實我必須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陳寗他這東西應該評測給大家看 可是 這個我必須說硬碟從 10TB 發展到 20TB 除了容量變大之外 在速度 或者是一些反應上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大概 你的循序讀取就是 200 多 MB 這樣子而已 所以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談什麼 我就談兩件事情 也是最多人問我的 第一個就是 這麼大容量的硬碟到底買來可以幹嘛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這麼大容量的硬碟 第二個就是 像 Seagat Iron Wolf Pro 這樣子的硬碟 因為他的價格特別貴 他如果跟一般桌 就是桌機用的硬碟相比 大概價格都在兩倍左右 所以 像這樣的硬碟呢 他是有什麼樣的優勢 可以讓他賣這樣的價格 還是單純的潘拿 就是 把我們當潘拿看 到底是 為什麼 所以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聊聊就是這兩個重點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裡就是 有把這個已經好久好久以前的硬碟陣列 有把他拿出來用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朋友呢 希望說 可以看到多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個 應該很多人都沒看過的 會看的以為他是 NAS 但其實是磁碟陣列的這個 Soundable的這個 磁碟陣列拿出來 直接現場測試給大家看 那其實我已經設定好了 他是一個 RAID 5 的陣列組合 就是如果你壞掉一顆硬碟 資料也還有很大機會 可以救回來的一種配置 那這樣測試起來呢 大家可以看看就是 他運作起來什麼樣的感覺 那速度大概怎麼樣 我會 等一下就會掀開電腦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玩這個東西 那看完影片之後呢 如果你對這個 NAS 或者是硬碟呢 有任何選購上的問題呢 歡迎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都可以再來談 那現在 目前我們商城上的 硬碟跟 NAS 的團購都是沒有的 因為現在實在是非常的缺貨 就是有的時候呢 你下了單 然後我要請捷員出貨的時候 才發現硬碟沒有 或者是 NAS 沒有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麻煩 所以我乾脆就全部先下架 那你說那我怎麼買呢 我會建議你呢 現在你就在各大商城 不管是實體店鋪 或者是線上商城 看到你需要就買 那 如果想比價的話 當然還是比一下 可是我必須說 現在這個時刻 就這個時刻呢 其實有限貨才是最重要 所以看到就直接買了 不用想太多 以免到時候你那邊想 到底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最後就沒有 我自己也發生過 我本來當初 想說要買個 18T 的硬碟呢 他想說先買個 4 顆呢 那後面又要再補的時候 哎 缺貨了 一缺就是兩個月 所以呢 要買就直接買 不要想太多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那我們先說說 這麼大容量的硬碟到底是給誰用的 很多朋友呢 看到這樣子 20TB 的硬碟呢 都會說 那種東西呢 一定是專業工作者在用的啦 才會用到 20TB 可是呢 那實際上如果啦 你其實本身其實並不是什麼專業 YouTuber 或像我這樣子 每天都是 我有很多容量的影片呢 其實未必說 你就用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 現在的手機 隨便都可以拍 4K 那我們以 iPhone 來講 如果拿來拍 4K 影片的話 如果你拍大概 10 分鐘左右呢 就會用掉 4GB 左右的容量 所以如果你一直拍 比如說 今天朋友生日 你也拍一下 小朋友 終於會走路了 你也想拍一下 那這些影片呢 拍起來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 總不知不覺呢 就用掉 1TB 了 不知不覺呢 你的那個 iCloud 的 2TB 就灌滿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你就會需要把資料從 iCloud 裡面抓出來 然後放到你的 NAS 裡面 所以 像這個時候啊 比如說你買個 2 槽的 NAS 比如說什麼 Synergy DS-720 Plus 之類的 那 2 槽嘛 因為你想想說預算比較低 那我買個 2 槽就好 但是你 2 槽容量又不夠 那這時候呢 一顆 20TB 的硬碟對你來說就很方便 因為你只要買 2 顆 插進去 那你做 RAID 1 保護的情況下呢 你就可以有 20TB 的容量 那等於就是你 iCloud 的 10 倍嘛 那在短時間內呢 我想你要把它塞爆 應該也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其實 我必須說大容量硬碟這種東西呢 其實對多數的人 尤其是你喜歡拍照 喜歡拍影片 你動不動就掏出 iPhone 來拍影片 像比如說很多媽媽啊 他在拍影片的時候 他才不管你說這會不會佔容量呢 他看到這個東西好好玩喔 像我媽媽去看說 什麼 你看這裡有一個狗狗很可愛 就直接拍影片了 或者是那什麼媽祖的落鏡啊 廟會啊 他也是直接拍影片了 也沒有在拍照的 所以呢 拍了一堆 然後傳出來之後 然後他自己手機又不刪掉 那最後呢 佔的都是這些硬碟容量 所以我必須說呢 要用滿 2TB 這很簡單的情況下 這 20TB 其實對你來講 也未必是一個 就是這種感覺 好像說怎麼可能會有那麼大 你會塞不滿 不會的 NAS 這種東西呢 我常會跟過去那些 跟我團共 NAS 的朋友說 就是 你不要覺得你買 NAS 你用不到那麼多空間 因為呢 人 就是一種 就跟那個小倉鼠一樣 你看到一個空間 你就想把他塞滿 所以呢 當你買一台 NAS 然後裡面有 40T 的時候 你就會想辦法把他塞滿 不管是 把 CD 全部轉檔音樂塞進去 或者是 Mora 買 Hi-Res 把音樂全部塞進去 現在呢 在 Mora 買那個 Hi-Res 的音樂 有的時候一張專輯呢 就是 1GB、2GB 所以呢 你只要 1000 張專輯呢 基本上你就用掉 2T 了 所以其實 現在的檔案 真的都是很大 所以你不要這種 20T 用不到 那單純看你預算夠不夠 還有你平常是用習慣 如果說 真的你就是一個不拍照 你平常只是打打字 這樣子的人 那你或許 用個 iCloud 或用個 Google 的那個 就是 Google Document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對這種影音音樂有需求 20T 我跟你講 其實你到頭來你還是會覺得他不夠用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比較要緊的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去買 Iron Wolf Pro 這種比較貴的硬碟 其實呢 這跟我們今天要測試的內容有關 像我們這種磁碟陣列或者是 NAS 啊 裡面呢 那通常都會裝像這個樣子 四顆以上的硬碟 那硬碟呢 其實因為現在都是高轉速硬碟 再加上碟盤很多 因為他要大容量嘛 所以他就會盡可能的 在一個這樣的硬碟裡面呢 壓很多碟盤 我之後會拍一個影片呢 就是拆一顆硬碟 給大家看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那 因為裡面有這個就是這個碟盤 很多的碟盤 然後他高速旋轉 再加上讀取幣在運作是非常快的 讀取幣運作是 這樣這樣運作 所以每一顆硬碟在運作的時候呢 他都會產生非常大的震動 那在產生這個震動的時候呢 他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你一顆硬碟呢 自己產生震動 那沒什麼 可是呢 如果很多顆硬碟產生震動的時候呢 他在高速運轉的時候 所以說你手放在上面 你可以感受到 這整個機器呢 他其實都在震動 那我們都知道啊 硬碟這種東西呢 最怕的呢 就是震動 那震動會怎麼樣呢 有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的那個 那個 就是讀寫頭啊 因為讀寫頭其實他是 在一個非常接近 碟盤的距離呢 在運作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震動呢 他的那個 讀寫頭呢 去震到 撞到那個碟盤的時候 那個地方的資料 不好意思 就會直接不見 所以呢 在這種使用這樣子多硬碟的使用情況下呢 Iron Wolf Pro 呢 他有一個機制 就是他會不斷地監測他現在的震動狀況 當他認為你的硬碟的震動呢 已經會危害到他本身的安全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把硬碟停下來 然後把齒頭歸零 就回到原來的位置 這是在 Seagate 裡面呢 只有Iron Wolf Pro 以上才有的功能 像什麼 企業級啊 那種呢 以上才會有這些 但是Iron Wolf Pro 以下 他就沒有特別去關注這一點 所以 Seagate 原廠呢 也是建議 只要你的硬碟呢 在四顆以上 包括四顆 其實最好你要保護你的硬碟的話呢 就是應該要用Iron Wolf Pro 的這個系列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試試看啦 就是把他 用電腦呢 去測試一下他的速度 這個速度呢 其實我必須說 這個我後來測起來 原本我期望說 新的硬碟 過了 過了三、五年後 應該可以四顆硬碟可以達到 就是每秒一千G的這個 一千MB 一千G 也太可怕 每秒一千MB 的這個速度 但是 有點失望了 就是沒有 並沒有快了那麼多 他現在呢 經過了差不多 三、五年的時間 他還是之前的 就是你 做這樣 RAID RAID 5 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整體的速度呢 也是差不多就 700MB 我只能說呢 這是一個機械硬碟的極限 你真的說 我要很快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用很多的 SSD 去搭 比如說像那個 Octio 後來被 OWC 並購嘛 OWC 只有一個產品 他是用四條 那個 PCIe 的 SSD 那那種呢 就可以輕易地突破這個速度 他就跑到 3000 MB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你需要那樣的高速度 就可以有那個東西 可是呢 如果你平常就會說 我的這個 政略啊 就是存存資料啊 把我的一些檔案啊 放在裡面什麼的 這個就還蠻適合的 那我們現在來開機並插上這個 Thunderbolt 那大家可能會看到我的電源線呢 用的是那個陳寗嚴選頂級款的 的那個音響的電源線 但是呢 大家請不要誤會 就是用這個東西其實並不會讓你的 我把這個螢幕 我們得請我們助理看一下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螢幕嗎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樣可以 那我們就把這插上了 其實你真的要說 今年呢 這個 Iron Wolf Pro 呢 有什麼樣的新進展 我覺得最大最大的特點呢 就是 Iron Wolf Pro 呢 變安靜了 以前呢 他這個聲音很可怕 大概在 16T、18T 那個時候 運轉的時候 是卡卡卡卡卡卡 之前呢 還有團購的 brother 問我說 陳寗我的硬碟是不是壞掉了 怎麼一開機就卡卡卡卡卡 我說沒有 因為你買了比較貴的 Iron Wolf Pro 所以呢 他運轉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 但是呢 今年 我在測試的這過程中呢 他都沒有發出這樣的聲音 只有開機的瞬間會卡卡卡卡一下 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說你的 NAS 比如說 因為很多人 NAS 都是放在臥室裡面 或者是你租小套房的話 那麼呢 Iron Wolf Pro 的這個 20T 就可以解決這個 一直卡卡卡卡卡卡卡的問題 會安靜很多 那 這個剛剛講啦 說這裡用這個頂級款的電源線 我必須說呢 這個對於這個 我看可不可以拉起來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嗎 就是這個特別出了電源線 其實用這個電源線呢 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只是剛好家裡就這條件 因為我 每次看到普通的電源線 我就把他扔掉 所以呢 最後真的要測試的時候 就只能拿這電源線 那你說音響的話是不是需要呢 如果你是音響 然後要需要這麼大容量了 而且你又願意花錢去買這電源線 我會建議你呢 不要買這個 直接去買沒有口的 NAS 那個比較屬於音響用的東西 這個呢 還是屬於像我們這種影音工作者在用的 不要亂花錢在這個地方 這個插這個比較貴的電源線呢 他資料讀取也不會比較快 還會因為這個線太重的關係 有時候不小心鬆脫了 你這資料可能不見什麼 而且還會風險比較大 那我們就測試一下 現在這四顆呢 是用 RAID 5 的狀態啦 所以他的等於速度呢 是三顆 加在一起 所以呢 跑起來的時候呢 大概 不好意思 這個設定到 設定到我電腦裡的硬碟了 想說這速度怎麼可能 1500 呢 嚇死我 1500 的話 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 測起來呢 他寫入呢 大概是 500 多 MB 啦 就是四顆硬碟做 RAID 5 然後讀取呢 779 MB 呢 其實這速度呢 大概已經 對我們來說 那已經是五年前的速度了 因為五年前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如果你會期待說 因為硬碟變成 20 TB 他的這個循序讀取速度 就會快很多 那不可能的 我之前測單科啦 我這裡有一個 測單科 大家可以看圖片的 測單科的速度呢 其實也是大概 260 MB 每秒而已 所以呢 你不要期待說 這個硬碟呢 因為他的容量變大 他就會變快很多 其實到現在呢 機械硬碟我覺得他已經有一個瓶頸了 速度在提升呢 已經不是他的重點 因為 現在要追求速度呢 你很簡單 你去買 SSD 啊 隨便就是 2000 MB 、3000 MB 起跳了 所以 你真的要去買這機械硬碟呢 我覺得他用途還是在於儲存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像 我每天都會產出大概 10 GB 左右的影片 那這個時候呢 就把他往這個大容量硬碟塞 可是呢 真的要剪影片的話呢 我們還是會選擇直接 把 Mac 上面的 的那個 SSD 啊 把他加到 1 TB 之類的 用這種方式去做也還是會比較合適一點 要追求速度呢 真的大容量硬碟已經不是你需要追求的地方了 尤其是在現在 SSD 的容量越來越大的情況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其實今天拿出來就完了這麼一下下 但是呢 總而言之呢 這硬碟呢 今天就跟大家討論到這裡 那之後我再拍一支影片呢 拆這個機械硬碟給大家看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畢竟呢 這東西已經快要變成歷史文物了 再不看了 以後可能就沒機會看了 所以呢 之後我再拍一支影片 實際拆一顆硬碟 讓大家看看裡面的構造是什麼 順便跟大家講解一下硬碟是什麼東西 我最近發現很有趣 有一些小朋友 真的是小朋友 他已經不知道硬碟是什麼 因為他打從接觸電腦開始 他就沒有接觸過硬碟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幫歷史做個見證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那最後呢 如果你覺得說 陳寗的影片真的太棒了 我要支持你做更多這樣的影片 那麼在資訊欄裡面呢 有這個 頻道會員連結 在旁邊呢 有超級感謝的按鈕 這兩個都可以支持我做更多的影片 跟大家來分享 那最後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spoiler